謝謝各位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然後都對於新疆有一定的關心 而且也有不曉是第一次來 也是真的朋友 那我們看到我們就是威武爾 那威武爾的英文 那我們今天吸引大家來的 除了那個照片以外 我們當然就是要談的是 四到六四 那我先做最簡單的講法 就是過去五四運動的時候 原本還在高舉是德先生 賽先生 科學跟民主還要所牽手 一起感到中國 但是還蠻可惜的 我們看到的是 有了賽先生之後 沒有德先生的存在的國家 那結果科學變成了一個更新的一種統治的婚序 而且它會多過來打擊了 原本五四運動的時候 所期待的一個新的民主的社會 那我想這個轉變其實是非常可惜的 那這個轉變其實也等於意味的告訴我們說 因某一種程度 我們重新揮揉過去看 這個科學跟民主 它們之間的管理性 那這可能也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來的人 都是對威武爾族 或者是對新疆有一定關心的人 但是剛剛已經有幾位朋友都已經提到了 我們跟新疆的距離其實不能那麼的遙遠 在中共的眼裡 好了 中共的眼裡 台灣跟新疆都是個問題 他們去處理的問題 所以也許在地理上 我們聽起來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遙遠 但是在他們的政治的思維進程上 其實這兩個都是他們 不見得是一種探索商語 但是他們覺得一定要去處理的一個問題 但是至少我們要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講中共對台灣的講的各種的 兩岸一家親啊 我們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什麼等等等等這些的 如果它會用在威武爾人的身上 我們會看到完完全全的雙重標準 不知道要從哪裡去相信他們 除非要把威武爾族的人 當作他們不是中國人 所以中國人打威武爾族的人 就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 那如果這樣的話 它更不能夠去統治 而威武爾族 那這種非常非常多的這種 雙重標準的各種的說法 那在中共的政治裡面 它的與貴裡面 常常都是這個樣子的 那這些可能也就是對我們 目前台灣也要做了很多有審次的工作 那我們今天非常非常高興 我們能夠有 從美國股道回來的 威武爾學會的會談 然後呢 現身說法 告訴我們說 現在的威武爾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及正在發生的事情 背後還是會談一點 有關這個怎麼狼的 科學民主還是會帶一下 所以對於補私運動有興趣的 或者對於啟蒙有一點興趣 想知道怎麼從啟蒙運動走偏 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最後變成集權主義的統治 那我想 但是裕夏比先生等一下也會給我們講 那我就把時間 主要都是交給裕夏比先生 然後我們 讓他把他想帶給我們的訊息 能夠完整的呈現出來 然後我們再開放有Q&A的時間 那他剛剛 他也特別說到說 希望能夠多一點時間的交流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 很榮幸 今天能夠和大家在一起分享我本人的經歷 以及給大家講述 維吾爾人正在經歷的生死存亡 這麼一個悲慘的一段黑暗的歷史 我們現在是處在於一種 民族是否能夠還繼續存在 是否能夠繼續繁衍生息 這麼一個時刻 在我講之前 很多時候我講的這些東西都是一些現狀 那麼這個現狀 具體到每一個人的時候 或者有些人會懷疑 你講的這些東西 還有具體的實力嗎 那麼我 所以我的演講 我就先從我的故事開始 我的名字 伊利夏皮 Last name Sing Kirkberg 就是灰狼的意思 我出生在1962年 基本上對文化大革命 中共有所影響 那麼在我大概是六歲七歲的時候 我第一次感覺得文化大革命是 我的爺爺被拉到公社的大門口和他的一群朋友們 一起被批鬥 熊錢掛著牌子 前面是被收集來的全鄉裡頭的書 然後呢就是燒書 燒書的過程中 把一位很受人的尊重的長者 把他的胡子點著 那麼那個燒焦的那個糊味出來以後 整個民眾開始騷動以後 沒必須把他們去散 那一幕一直在我眼前 在我腦海中 那麼後來我去上學 上了漢語學校 從小學到高中 一直到大學 我大學是在大連共學院 我畢業的時候 它變成了大連理工大學 我是從那兒畢業的 那麼很多人認為這個目前出現的 從2017年開始 集中營或者是在教育營 或者是職業培訓中心 或者是技術學校 這個名字 中共不斷地在轉換名字 那麼這種現象 並不是昨天或前天才開始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 一個緩慢的 對一個民族的壓迫 對一個民族的壓迫 我這幾天在台灣過程當中 我在講 很多人說一國兩制 很多人認為一國兩制是 鄧小平的創舉 或者是什麼 新的一種東西 我以為一國兩制是從我們 從西藏人 從蒙古人 從寧夏回族自治區 從廣西壯族自治區開始的 最早的自治區是內蒙古自治區 然後是 應該是維吾爾自治區 五五年成立的 那麼自治區什麼意思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治的權利 然後又根據這個憲法 這一條 我的陳述是意思 那麼又制定了 民族區域自治法 根據這個民族區域自治法 每一個自治的這個民族 擁有自主發展其文化傳統 經濟政治的權利 也就是說 維吾爾自治區 應該是由維吾爾人自行決定 他們的命運 但結果是什麼呢 在過了半個世紀多以後 我們這個自治的民族 現在是在集中營裡頭三百萬 監獄裡頭將近一百萬 孩子被活活地從父母的身邊帶走 送到孤兒院裡頭 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中長大 那麼這是一個概括 那麼具體到我個人 我2003年 因為我對這種假的自治 我不是對民族的迫害 我的反對 我的批評 我要求落實這些 你在憲法上 民族區域自治法上 所規定的這些權利的要求 他們認為 我這是在找麻煩 我這是對共產黨的挑戰 我是要顛覆國家 最後我被抓過 被審訊過 我上面的牙齒 四個都是講的 是警察用警棍打掉的 我曾經被他們用電擊 電擊過 那種人不如狗的 那種被毆打 被酷刑折磨 被電擊 那是沒有任何人能夠想像的 我不希望任何人經歷這些東西 但是當你經歷過 你回憶那個時候 你會失去自己 因為在那一刻 你不是人 你連一條狗都不如 那麼因為這些原因 最後我不得不逃離 我當時已經是十五年的老師 但是我拋棄了工作 拋棄了家 當時我兒子是十一歲 那麼他以為 我就一走 大概是一個星期 或者兩天三天要回來的 那一個一別就是十年 當我再見到兒子的時候 他已經二十一歲了 2003年 我逃離家鄉 到馬來西亞 到了以後政治避難 2004年 我獲得良心國的難民身份 2004年的11月的27號 我的唯一的一個弟弟 我們家裡最小的 他被一群暴徒 兵團的暴徒 在一個餐廳裡頭打死 我失去了弟弟 我撿回了自己的命 讓我失去了弟弟 2014年 那時候我已經在美國 我一直在繼續進行 我的這種人權運動活動 2014年8月的15號 警察 因為我經常給我的大妹妹 她是一個單身母親 兩個孩子 因為我給她寄錢 想幫助她 警察 8月15號 晚上闖進她家 把她抓走了 我和妹妹失去了聯繫 二妹妹 三妹妹 兩天和我保持了兩天的聯繫 我大妹妹被抓走以後 兩天以後 他們也切斷了和我的全部聯繫 2015年 我父親因為弟弟被殺 妹妹被抓 她受不了這個打擊 4月的5號 父親過世 可能你們都沒有經歷過 作為長子 當母親給我發信息 告訴我父親已經病得非常重 在醫院裡頭 讓我打電話 我就開始打電話 通過兩天的話 我每天在美國 晚上 早晨 都要打電話 想知道 但又很不能為力 在這個時候 我記得 我小妹妹的丈夫 有一天她把電話拿起來 我給母親打的 她說大哥 父親 這幾天 都是在用電機 把她救活 她很痛苦 她想回家 她想回家 但我們 我是女婿 我們不敢做決定 你需要做一個決定 那時候 我有十幾年沒有見過父親 而我遠在美國 在父親的最後時刻 我不能站在他的床邊 但我還要做出一個最殘酷的決定 就是停止 對我父親的拯救 讓她回家 等待最後的時刻 沒有辦法 我做出那個決定 我說您把她帶回家 我說完 我說完那句話 大概是我的那個小妹妹 從她丈夫的手上把電話拿過去 然後她在電話裡說 哥哥 你知道嗎 父親一直在等你 你卻要停止對她的最後抢救 你太殘酷了 我當時抓著電話 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說妹妹 理解 你們要理解父親 我不想讓她在醫院裡頭 不停的時候得電機 最後父親回家 當天晚上 第二天她走了 我始終沒有見上她 也沒有能夠跟她說上話 因為在最後的時間 她基本上含含糊糊 這樣我就失去了父親 失去父親以後 我基本上一個月 給母親打一次電話 打到八月底的時候 母親接了電話 然後告訴我 兒子 你以後再不要給我們打電話 我們受的太多了 因為你 你的三個妹妹 他們的孩子都沒有工作 他們不停地回答著警察的提問 經常地被警察帶到警察局去審問 你們 以後再不要打了 那是我最後一次和我家裡人和那塊家園的最後的電話 從那以後我沒有任何聯繫 我通過我的民運的朋友 在紐約的 因為民運朋友相對我們來說 稍微好一點 我通過他們打聽我母親的消息 而且2018年年底 最後大概兩個月以後回來的消息是 沒有人知道你母親在哪兒 我們找不到 沒有任何消息 那最後我又通過別的渠道試圖打聽 我只想知道我母親是否還活著 但是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她是活著還是在集中營還是在監獄 但有的時候可能你們聽了會覺得很有意思或者是很荒謬 我有的時候在想 父親2015年死 其實是對她是一個解惑 她走得太是時候 否則的話 她可能就會在集中營裡頭 受了更多的折磨 這就是我個人的經歷 那這個經歷呢 不是我一個人的 現在在海外的北瓦人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像我這樣的故事 但這不是故事 這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在時 我們海外的北瓦人 據我的了解 尤其是在美國的 我最了解他們 那麼我們基本上在精神上 現在是處於一種崩潰的狀態 我們在吃飯 我們在說話 但是我們精神恍惚 感覺到都有抑鬱症 我獨處的時候總是感覺到想哭 想聽維吾爾的那些歌曲 那個歌越聽我越會深入地陷到那種不可自拔的那種 抑鬱症 所以有的時候我躲避 但是它又會吸引我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在經歷的 那講完我個人的經歷 然後呢我講這個題目 那麼這裡就說為什麼 維吾爾人會落到這個題目今天 是什麼原因 我呢就以我的自己的理解 給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因為我事先不知道在哪一個場合要講什麼題目 我基本上都是後面直到晚了一點 這次到台灣 所以呢我準備了好幾個題目 我昨天以為在這裡要講的是這種思想過程 所以我談的是這個 但我剛才發現那上面是從五四到六四的過程 實際上這兩個呢我都是把幾個大的能夠一起的 所以儘管題目上稍微差別 但還都是基本上是那個路線 我就是要告訴通過這個 那麼五四對維吾爾人有沒有影響 六四對維吾爾人有沒有影響 如果有的話是多少 沒有的話是哪一種情況 這個上面的呢就是維吾爾文字 我們現在還在使用的 在整個土爵民族裡頭 只有我們還在繼續使用 到目前為止使用最上面的這個 它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 簡化了的維吾爾文 但這個維吾爾文呢 我們已經用了將近一千多年 它已經變成了我們的語言 但是現在就是你擁有這個文字的書 就有可能是你進入到基隆營裡頭 那麼這一句話呢 就是你們好或者你好的意思 阿拉伯拉伯 但這句話現在在我們那邊是不能說的 拿了電話你也不能說這句話 你必須用中文說你好或者你們好 那麼後面呢文化革命的時候 在中共的強制下也用過這種拼音為基礎的 我這個當然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 那時候呢有專門拼音為基礎的 維吾爾新文字 那麼維吾爾那是我們民族的民族的寫法 它的意思呢就是說聯合的意思 那麼在歷史上中文的書籍裡頭 有叫過鐵樂、赤樂、回虎、丁鈴等等各種的名字 但這些呢只是漢語的發音的 但在維吾爾語裡頭或者土爵語裡頭 從開始到後面一直就是維吾爾 但是呢每一個發音對對方 不是維吾爾人或者土爵人的民族 在聽這個發音的時候 它是根據自己的發音來編寫的 所以呢它在中文裡頭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很多的中國的歷史學家呢 就利用這個來歪曲 比如說在這場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克爾克斯爾在中國的書上他寫克爾克斯爾 但他在談到中亞的克爾克斯斯坦的時候 他說是吉爾基斯爾 同一個民族 在他的語言裡頭克爾克斯爾 但是在中國裡頭 在中國的中文裡頭是克爾克斯 但是在講到蘇聯的那塊前蘇聯的呢 他又變成了吉爾基斯 就是完全兩個發音 那麼這個呢也同樣的出現了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字母 那麼維吾爾語和烏斯別克 基本上是90%的空的 沒有區別語言上 就是一個地方方言的區別 維吾爾人最古老的文字是這個 現在的蒙古人和滿洲人還在繼續使用 當然他們也對古老的維吾爾文字進行了改革 改革以後呢變成了這個滿洲人或者是蒙古人 那麼維吾爾人呢 那麼維吾爾人呢 在最早是在十一世紀就已經開始形成了一些 那麼維吾爾人這塊 在很多的史書上 尤其是阿拉伯的 以及土爵的史書上呢 這叫特斯坦或者呢是 那麼這個總體的中央五國和現在的新疆維吾爾之旅區 合起來是特斯坦 也就是說土爵斯坦 但是因為蘇聯把那個西部占了 所以如果你們看蘇聯歷史的話 在1982年到25年之間在現有的五個中亞共和國 哈薩克、特爾格斯、烏斯別克、塔吉克、土克曼 這塊土地上成立的是西土爵斯坦、蘇維埃共和國 到25年以後 史大林發現這將是整個中亞的土爵民族聯合起來 形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可能對俄羅斯會構成以後的威脅 所以呢 用了這種分而置之的方法 把這個本來是地方方言的哈薩克與格爾格斯語 把這些作為一個民族的特徵 把它們就分開了 這樣就等於把一個土爵民族分成了幾個民族 那麼相對於西土爵斯坦 維吾爾人這塊就會成為了東土爵斯坦 那麼維吾爾人的歷史 就是最早大多數的土爵學家認為 最早的祖先之一是匈奴 然後是土爵 綠土爵 再往後是維吾爾人 那麼這個呢就是維吾爾人或者土爵民族最早的一個傳說 歐伍斯坦 那麼在這裡頭呢就講述 維吾爾人的祖先那種從郎的傳人這個敘述 那麼這一本書的最早的版本就是在土爵灣出圖的 大概是在十到十一世紀的這個版本 現在存在巴黎的那個東方國 那麼到了近代如果我們談五四的話 因為滿清對東普爵斯坦的這種統治 他是如果我們現在說中共的維吾爾自治區的話 滿清給的維吾爾人是真正的自治 他只對上層的維吾爾人進行承認 對下層基本上是自治 所以呢 維吾爾人對中國這塊土地上在發生什麼 有什麼東西幾乎是不歡心的 沒有人對這個有太大的興趣 對維吾爾人來說新的思想 新的東西從哪邊呢 是從西部傳過來的 在第二東普爵斯坦共和國有一個文化部的部長 他的名字叫Ziasemani 後來他死在哈薩克斯坦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他說從西部傳來的 是文明工業和新型的經濟 從東部傳來的 是只有災難飢餓和鎮壓血腥 這兩個人 右邊的 對整個中亞民族起了最大影響的人 他的名字叫Ziasemani 他是卡山的一個塔塔爾人 但他這個人應該說是對近代的 維吾爾以及整個中亞的語言文化各個方面 他是起了最大影響的 他在1872年開始在卡山印刷 發一個雜誌 雜誌的名字叫翻譯 也就是說他從俄語翻譯這種從歐洲過來的新思想 然後他在卡山印刷發這個雜誌 這個雜誌呢 從旺東傳到哈密 旺西一直傳到阿爾巴尼亞 這個過程的整個民族都能讀得懂他的雜誌 不需要翻譯 我在一兩次的這個電視節目上 和一些人就爭過這個問題 當他們講新疆是自古以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 一個北京人走到上海 如果他不用普通話和漢文字的話 兩個人沒法交流 我是學普通話的 如果一個上海人跟我講上海話 我一句聽不懂 廣東話我聽不懂 也就是說在這裡頭 語言上差別非常大 大到比我們維吾爾人和土耳其人的差別大得多了 因爲什麽呢 一個維吾爾人從東部的哈密出發 他一路可以走到阿爾巴尼亞 以至可說我 不需要翻譯 不需要任何翻譯 語言是通的 只是因為近代的這種共產主義的影響 現在文字倒不通了 但是呢 他當時出版的文字也是通的 我有一本我爺爺收藏的書 我帶到美國 我在推特上這本書我也發過 那麼那本書是1891年在卡山印刷的 這本書呢 我爺爺可以讀讀 我也可以讀讀 那麼卡山呢 就是在現在的俄羅斯的塔塔爾斯坦 到了近代 由於這些影響 影響呢 主要是從西部過來的 這個是新疆 國民黨時期新疆省政府的最後一任政府主席 張志忠在離開之前任命他為新疆省政府主席 但是共產黨埋了以後 他在52年死在監獄裡頭 他的名字叫Messud Sabri 他是在土耳其時候的教育 那麼維吾爾人的第一所學校 也是由土耳其人當老師在阿托什 是1872年到71年在阿托什辦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一切和中國的關係沒有 到了1930年代的時候 維吾爾人 受到中亞這一邊受到中亞這一邊影響 要求這個穆斯林 伊斯蘭世界 所以建立了伊斯蘭世界第一個共和國 你們可以查看歷史 阿拉伯國家 歐國其他伊斯蘭國家 哪一個國家都沒有以伊斯蘭共和國命名的 這是第一個維吾爾人的 那麼是在1933年的11月12號成立的 是在喀什卡爾成立的 這是當時頒發的護照 儘管它僅僅存在了不到六個月 但是它的憲法、國旗、國徽、護照 以及錢幣什麼都是齊全的 這是當時的共和國總統 它死在聖使才的監獄裡頭 總理師中間這個人 這是憲法 國家的憲法 伊斯蘭共和國的 在這個憲法裡頭 規定保障教育 尊重不同信仰 所以是非常非常現代的一個 儘管它帶有 伊斯蘭共和國 可能有些人一想到伊斯兰会不会想到这是一种宗教性 不,他特别在想法里强调尊重各种信仰以及全部平等 而且是要发展科技,要发展教育 但非常不幸,第一共和国在这三个人的影响下 大概存在了五个月稍微过一点,然后就被他们击垮了 马中英,盛世财,盛世财应该死在台湾 斯大林,斯大林出动了苏联红军 从吉尔吉斯坦这边入境打维吾尔人的游击部队 最后把这个共和国就给扼杀了 然后到1944年,在苏联的帮助下,维吾尔人再一次起义 建立了第二个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就没有伊斯兰这个名称了 他是东土厥斯坦共和国 这两个是前后两任的总统 第一个被苏联绑架了,1971年死在哈什盖 第二个,去苏联谈判的时候 据中共和苏联说是,飞机适时遇难 共和国的全部领导人在那架飞机里头,全部死了 但是怎么死的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极有可能是被谋杀了 但这个共和国呢,在实际上一直存在到了1949年 中国共产党占领为止 共和国的国旗以及国徽 这是当时的民主军,也就是共和国建立的军队 那么他的命运也是因为亚尔塔会议 就出现了转折,在亚尔塔会议上 由于罗斯书做出的极大的让步对斯大林的 那么最后造成呢,斯大林同意蒙古的独立 但是呢,把维吾尔人就卖了 然后,在亚尔塔会议以后 很快,中苏签订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 这个条约的一部分,就是有关我们共和国的 那么在苏联的压力下,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 二十一条协定,就是一种和平共处 但是一直等到共产党进来呢,也都没有吧 然后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个就是第一任的自律区的主席塞福林,艾茲茲 他也是当时前东土杰斯坦共和国的教育部部长 当领导人全部被杀以后,他成了最高的领导人 那么他呢,据说也是在背后压力下不得不答应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共产党进来以后,很快各种反抗就开始了 那边呢,是乌斯曼,是哈萨克人 被称为英雄乌斯曼,乌斯曼巴顿 他是在五零年一直打到武装起义 然后一直打到五三年被抓住 然后再公共起被枪毙 这边呢,就是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仪式 那么在维吾尔人的历史上 在这个,讲这个页子前呢 我就讲一下六四对维吾尔人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代的稍微松动的改革开放以前 维吾尔人一直是向西看 是从西部,也就是中亚,以及印度,埃及,土耳其 吸收新思想,新文化,新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前面的封闭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呢,就开始向东目看 那时候呢,有一定的知识分子开始读中文 所以呢,就开始有点向东看 那么向东看呢,一直看到了六四为止 那么我记得那时候呢,我是老师在石盒子的学校里头 刚好是我当老师的第一年 但是我的学生就问我 老师,这北京的这个学生运动 对维吾尔人有没有影响 我当时告诉他们 肯定会有影响 如果中国民主化了 应该对维吾尔人改变自己的命运 寻求自己的出路 应该是一个契机 当我说完这个话 很快在电视屏幕上 大概是两天以后 出现了一个维吾尔人的身影 沃尔凯西 那就现在就在哪里 那么沃尔凯西的出现呢 不仅是我的学生 包括我本人都感到很激动 而且大部分的维吾尔人 而且大部分的维吾尔人 从沃尔凯西第一次的屏幕出现以后 都开始关注北京的学运 这个的影响非常深刻 为什么呢 就当时从我个人 我第一次看到 一大群汉族孩子 在跟着一个维吾尔人 一起走 把一个维吾尔人 做了他们的领袖之一 我们看到了一种平等的希望 我们看到了一种民主间的信任 同时也看到了一种民主 大家都把这个希望呢 放到了东边 但是六四之夜的血行镇压 是维吾尔人 有从希望 理想 愿望 到幻灭的那一刻 那么从 六四之夜以后 维吾尔人 又对东部来的东西 开始 失望 幻灭 也就是说 从东边 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的东西 只有 暴力 只有继续的流血 继续的压迫 所以 维吾尔人 又开始向西看 那么向西看的结果呢 是 91年 819以后 大概是在9月的21号 苏联 苏联宣布解体 那么很快 五个江门共和国 全部独立了 那这五个江门共和国呢 都是我们的 血缘 相连的 那么在这呢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最近死了的 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三任主席 天摩尔大王买提 大概两三个月以前他死了 那么他当时他是主席 我的一个朋友 是维吾尔历史学家 他当时在819 就是苏联垮台的前后 他在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 在读历史博士学位 所以呢 他亲眼目睹了苏联的垮台 以及中亚五个江门共和国的独立 所以当他从苏联回到乌东齐以后 天摩尔大王买提 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吃完了饭以后 天摩尔大王买提说 孩子我们出去走一走 在主席那个大院里头 走的过程中 他后面他的秘书是一个汉奴 他就稍微走话一点 把那个秘书甩得稍微远了一点 听不见他说话的时候 他问我的这个历史学家朋友 苏联真的垮台了吗 他说真的 中亚那些我们的那些兄弟们 都真的独立了吗 他说真的独立了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然后天摩尔大王买提 你长长地探了一口 据说 俄罗斯人还是有男子汉的豪爽 说明什么呢 我们把他骂作是一个叛徒 这个我们被指称为叛徒的人 也羡慕俄罗斯人的这种豪爽 什么豪爽呢 能够让中亚的那些国家 独立的豪爽 那么这样呢 维吾尔人就说 又一次想转向西方 开始从西部 他的这些兄弟民族的独立 又一次看到了一种希望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再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 这么一个机会 同时在中国呢 就在我们东土厥斯坦 我们成为东土厥斯坦 出现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 从中国来的移民 越来越富 而当地的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 越来越穷 而且土地呢 都会逐步的 被那些富人们圈索 圈语 那么维吾尔人呢 既失去了土地 也很多的时候 根本得不到 经济上的任何优势 这样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 更加剧了维吾尔人的不满 那么最后呢 引发了2009年的7月5日的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那么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 基本上在近代维吾尔人的历史上 它是一个分水嶺 我为什么说它是分水嶺呢 因为七五事件以后 中共就把维吾尔人 正式的当作了中国的一个威胁 要除掉的一个对象 一个敌人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举几个中国的学者们的 他们的观点 以及他们当时说的话 第一个呢 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代续 它是一个上校 现在可能也升职了 我不知道 它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次演讲中 这是在2010年 就是七五事件一年以后 它在它的演讲中说 维吾尔人没有对中华民族 对中国的认同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 在未来 如果我们和美国发生冲突的话 原话 美国在一个晚上 可以武装40到50万维吾尔人 来进攻我们 攻击我们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尽快解决 这是代续的话 你们在YouTube上 可以找到他的这个讲话 还在 然后紧接着代续 就是北京大学的民族学家 马荣和清华大学的 胡安刚 胡安刚很有名 最近也很出名 他们呢 就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理论 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 这是什么呢 这种建立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是错误的做法 这种做法 促进了这些民族的 民族意识的内化 他们用的语言是内化 意思就是说 维吾尔人更加维吾尔人了 所以应该取消 要把这个民族的身份取消 要把语言归到普通话上 必须学国语 要逐步的强化民族的融化 这个融化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把其他的民族融化到中国的这块海洋里头 今天是第三位 是胡联合 他现在是中国统一战线 部里头的一个高级官员 他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头 他显得维吾尔知识分子 一直在误导维吾尔人 使他们没有对这个中华民族的认同 所以我们要对维吾尔的知识分子 进行教育改造他们 而且要把他们从维吾尔大众分开 使他们不能够继续误导维吾尔人 那么现在呢 维吾尔人知识分子被抓捕 应该是一步一步从维吾尔进到集中营 是按照这几个学者的 当然这几个所谓的学者 他们不是政策的制定的 但他们的这个理论呢 正好符合了习近平 这个在文化革命当中 崇拜暴力 当红伟兵出身的 这么一个对暴力呢 有着一种嗤好 对绝对的专制 有着一种爱好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他们的这些建议和说法 正好符合他的心 这样呢 就开始了 现在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这一切 那么维吾尔人呢 现在在这个呢 就是大致的 我把它列了一下 我们也不想一个一个念 大家都知道的数字 就是将近有三百万的维吾尔人在监狱里头 然后是送干部到维吾尔人家里头 收集DNA 红膜 纸膜 生文 生物信息 对维吾尔人语言 文化 传统进行宣誓 这是一个中国的地方网站上的一张照片 当我们把这张照片拿下来以后 拿出来作为报告的时候 很快一天以后 这个照片就从中国的网站上消失了 而这个监狱就是现在 中国政府带着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的外交官 访问的就是这个 但是他们把这些铁丝网 这些全部取掉 把它改造成了一种模范监狱 对维吾尔人孩子们 进行送到孤儿院里头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大规模的把维吾尔人判刑以后 送到中国各地的监狱等等 那么什么样的人在被抓捕呢 这是一个列表 你突然留胡子 你就可以被抓 如果你的地区的前面有心愿的符号 你被抓 如果你突然以前喝酒 你突然不喝酒了 你会被抓 如果你突然每天早就开始跑步了 你会被抓进去 就是说你的行为 一旦他们认为可能是构成威胁 那么如果你的电话里头有 你会被抓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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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一一陈述了 那么这十个呢 是在网站上 而且在乌鲁木齐 其实喀什戈尔的各个街头上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只要有这个十种现象 你是一定要进去的 你是一定要进去的 非常的可以说是一种荒谬的 你无法理解的一种做法 残暴 这些就是维吾尔的知识分子被抓捕的 到现在为止 有大概三百九十多名 有名有姓的 最右面上面的 第一位是新疆大学的校长 他是布拉提 他是日本一所有名的大学 政治地理学博士 那么在中共的政策 他的干部制度里头 大学的校长是厅局级干部 他在几年以前 还是中国政府享受 特殊津贴的专家 民族团结的模范 优秀共产党员 但他现在呢 被判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他旁边的是伊克大学的校长 被判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这是一个民宿学家 伊利哈姆托克蒂教授 是经济学家 中央民族大学的 被判无期徒刑 混帮妈妈妈他儿子就在 Washington D.C. 他是一个编辑出版社的出版人员 他也被判刑 这些全部都是知识笨子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看中共的网站 在2017年到2017年为止 中共自力区政府有一个部门 叫民族语言委员会 到2017年年底 这个委员会还存在 它有大概40多个员工编制 现在呢 这个民族语言委员会 它主要是对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进行规范 或者是研究的一个部门 一直就存在的自治区的一个部门 但是2017年 他的前主任 县主任 副主任 员工全部被一网打进 送到监狱里头 那么到2018年 这个部门就没有了 不存在 也就是说 整个研究民族语言的 政府部门就没有了 被抓捕的维吾尔精英里头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 也包括 这是一个喜剧小品演员 那个小伙子 是被称为维吾尔人的 Michael Jackson 是一个流行歌手 这两个 这位女士是流行歌手 这是一个民歌歌手 这是一个导演 诗人 这个女孩子 是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一个科技大学 硕士研究生 即将要毕业 她父亲病了 我正好对她的那个 她姐姐讲的她的故事 在我来之前翻译她的故事 她姐姐告诉她 她父亲出来以前告诉她们 我们有任何事 你们千万别回来 但是呢 女孩子总是和父亲最好 她当时听说父亲病了 她一定要回去 在吉隆坡机场的时候 她姐姐在德国 给她打电话说 妹妹 你不能回去 你回去就回不来了 2017年 回去了 失踪了 马来西亚政府 通过大使馆 向中国审问 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这是维吾尔的孩子 从父母被抓进去以后 孩子呢被送到了政府办的孤日院 有一部分被送到了中国各地的孤日院里头 这些维吾尔的孩子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头长大 这是到维吾尔人家里头的亲人 政府派去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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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们要和维吾尔人 同吃同住 可能英语的表述我觉得最好 可能英语的表述我觉得最好 Share your bad Share your pity Share your pity 家是一个人最后的归宿 当我们心里有痛苦 抑郁的时候 或者是思考的时候 我们喜欢的是什么 关上门 坐又坐 但是维吾尔人连这个权利都没有 他在卧室里头 有政府派来的亲人 跟他睡在一起 那么吃饭的时候呢 有这个亲人跟你在一起吃饭 他看着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没有墙的监狱 没有墙的监狱 就是家也变成了监狱 这是作为维吾尔人信仰的一种地标性的建筑 这是以前的清真寺 这是它的现状 这是一个清真寺 上面是它的现状 甚至有八百多年历史的 作为自己去保护单位的清真寺 也都被拆了 我来台北的第一天 星期五我到了 星期六早晨 我去找那个大清真寺 我去看了一下台北清真寺 并不很大 也不是很壮观的那种建筑 而且历史也并不遥远 大概是在五六十年代建的 但它是台北市政府的保护单位 我们有八百年历史的 自尊区保护单位的清真寺 都被拆掉了 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 这是在维吾尔治理区 到处你可以看到的 感恩党 感恩祖国 感恩习主席 那么我现在是在美国生活 你们在这儿 我们应该感恩的是什么呢 感恩造物主 感恩大自然 感恩自己的父母 我们为什么要感恩一个不认识的人 它带来的是灾难 我为什么要感恩它呢 但是被强迫 还要每天说这个话 还要在清真寺里头 为习近平做祈祷 这就像你到教堂里头 要为习近平做祈祷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任何一个公民 有信教的自由 也有不信教的自由 但是这是他们的标语 坚决拒绝宗教 不信仰宗教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践踏 当然 在中国的宪法 可能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手指 手指还软一点能用 那宪法是什么用处都没有 那么对于维吾人 连穿戴都要被管制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 女孩子的裙子稍微超过了膝盖 被当作小流氓 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要去被教育 现在维吾尔人呢 裙子超过了膝盖 是极端主义 要进再教育 要么是把你的裙子在街上剪掉 还要让维吾尔人呢 参加喝酒比赛 那么现在是宅月 在宅月里头 维吾尔人是要 再建白天不吃东西 但是呢 中共在第一个月里头 开展大规模的 这种喝酒比赛 售酒比赛等等各种的比赛 那如果不跟从呢 那就会进集中营里 那么这些服装 我相信中国没有几个人穿 习近平西装格里 但是呢 维吾尔人还要穿这个服装 要去唱 要去唱 京剧 而且孩子们要唱这些 要学这些 要穿这些 这是喀什格尔一间很有名的维吾尔古老的一个学校 大概有二百年的 过去是一个维吾尔教育家的调塑 现在把它拿掉了 把童子的调塑放在那里头 而且呢 要维吾尔的孩子穿着所谓的汉服 要在那里头表达他们要学习的决心 那么再一个 现在 这位流行者 如果你们看那些广告的话 有很多公开的赤裸裸的 到新疆外 这里头有美女 这是在拉克 把维吾尔的姑娘当作了猎物 很多人在新闻报道里 说这是强制婚姻 强制婚姻 我个人认为这是强奸 是强奸 它不是强制婚姻 你们看看这些女孩子 看看她们的脸 结婚是人生一大喜事 她们更多的是像是在送葬 那么这种婚姻呢 是以妖卸 如果你不嫁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可能就会进行基督言 可能就会被判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拯救自己的父母 为了拯救自己的亲人 文心地去进行结婚 以所谓的民族大 促进民族大环节 我在学中国历史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是秦始皇的粉书坑儒 但是我一生 从文化革命开始 一直在经历这种中共的粉书坑儒 一直在消除 一直在禁书 对于维吾尔人 进行大规模的DNA血样 生纹指纹 红膜 采压 那么这个呢 是在建立一种生物数据库 那么这个的最终 如果我们联想喀什格尔飞机场的 器官绿色通道 再想一下鲁木齐机场的 器官绿色通道 以及呢 现在在国外研究中国的器官 泛败器官一直盗窃 这个的话 那么我听过他们的演讲 你们也在Google可以找到这个 在国外 要等一个器官移植 平均时间是两年到三年 一年半多 两年半多 在中国 一周你就可以换上 这是医院里头打出来的广告 如果没有一定的后备的话 飞机场很难开一个绿色通道 让这种器官不检查通过 这个呢 就结束我的演讲 准备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种刚才解释的 因为这个题目我一直没有能够搞清 在哪一个 我要讲哪一个 所以总是有前后 实际上我今天把这个题目我给没有带过来 结果是那个题目 但是呢 就是说 五四对维吾人 是没有任何影响 六四有影响 但它带来的这种画面 实际上是更大的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 我想大家应该可能都非常难过 在我们台湾还可以 保卫 思考如何保卫民主的时候 维吾人他们连整个民族的维吾人 都是个问题 那我们还可以思考 到底要当中国人 要当台湾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连要当一个人 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完全无法理解 为什么游泳人 要认同这样的一个政权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先 就先直接 开放 让一些朋友可以 一些问题 或者想进一步 想了解什么 或者甚至至少 就是 讲一下你的看法 甚至要 OK 预想打个气都好 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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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不客气 我必须要想先说 因为呢 我们今天才发现 有没有这场 可是 华人夫妇院 他通知的是 七到九点 那我们三位呢 待会呢 有一个一个 我们好多 海外的这个 六四三成年 的这些 会病啊 明天要走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 有一个三重会 所以我先说 那么 我跟我先生 在台湾里面 我们从当年 二十多年前 从美国到回到台湾 我们声援西藏 声援 魁吾尔民族 已经 应该差不多二十五年了 那么 跟他们很多的 海外的领袖 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包括 比比夏季 那么 但是 我有很深的感触 尤其今天看到 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这边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 刚刚一些前辈都讲到了 台湾要离党中国的领吞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周围 已经有很多人 包括台湾微博人族 包括台湾人 都在出卖台湾 这个是的的确确 那你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去年六月十四号 苹果 台湾的苹果 苹果日报的网站上 有一条新闻 刚刚你提到清真室 这个是千真万倔的 今天 在清真室的董事长 去年六月 有一场官司 他承认他在我们 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 还有维吾尔救会的活动 吸收了我们的团员 带着他去中国 而且承认 这是上庭 这是上庭跟检察官承认的 一个人拿了五十万 那个清真室的董事长 他承认他拿了一百万 那么做什么事情呢 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 把我们两个团体的 长期的活动报告 传给中国 第二 三年前的五二零 我们蔡英文总统 就职前的演说稿 他们打听这个演说稿 再收集这个演说稿 我觉得非常刺激的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年轻朋友注意台湾的司法 真的很离谱的 竟然说 派他们两个 不算是共联 理由是什么 蔡英文的演讲稿 在无人之前 她还没上任 她前一天她都没有上任 她没有上任 她不是公务员 所以这不算是国家机密 有没有这么离谱 这么荒谬的 这样子的判决 而且 这个新闻只有在网上 子版没有 我包括去求证了好几个大报 包括九十报 他们竟然不知道这个消息 这是什么 就是说 台湾人拿的钱 包括清真室的负责人 出卖台湾也就罢了 而司法在权力的配合 也把这条消息给和线 给吃掉了 所以大家想想看 还有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我们好几次 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 都有台湾人 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被中共吸收的台湾人 在我们的活动里面 去找我们的贵蜜 有利用 也有一些 我都不堪说的一些事情 去吸收他们 可是 玩不客气的说 一定要建议 我认识好几位的 维吾尔的 长期在做运动的 很著名的 一旦遇到 不客气的说 不是财就是舍 很多人 一遇到这些诱惑 什么里面都没有 这个也是我自己 以一个台湾女性 深远你们二十五年来 越来越有点灰心 越来越有点灰心 你对我们也有 基本的了解 甚至 甚至 我们在两年前 应邀到东京去 我跟我的先生 你爸爸 我们到东京去 跟热雅见面的时候 第二天晚上 约了要吃晚饭 突然间 喊他 晚饭不吃了 也没有说明天改成中午或是晚上 那什么意思呢 那我后天就要走了 发生什么事了呢 很奇怪 我们莫名其妙 到了晚上 他们打电话 从楼下 旅馆回向打电话来说 杨姐 我们主席 热雅在下面 现在我们自己的人在吵架 主席要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地说 说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在吵架 因为主席最信任的 维吾尔驻日本的一位代表说 你们哪会是中共的人 帮中共的 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 你们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成功的 帮助热比亚进台湾 可见得你们卡在中间 就是在捣蛋嘛 热比亚不进台湾 谁最高兴 就是北京最高兴啊 所以你们两个有个问题 我说对不起 我不愿意告诉你答案 你自己想办法 你有本事你自己去找 我为什么告诉你 我绝对不是 开玩笑 我们一个反共了四十年 出钱出力 没有出来要一毛钱的人 好 很高兴 第二天 第二天 热比亚女士去求证 还有 因为他的故事编得太精美了 他的故事有两段 另外一段是说 他们两个曾经 因为你发现了 被日本警司机 当场立解出击 赶出去 第二天 热比亚女士去求证 警示厅长 答案就是说 不做八道 所以第二天 他们的精神领袖 亲自向来的道歉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 冰山一角 台湾 台湾 每一个角落 目前都有 公共在破坏 所以大家 年轻人 不要太一时的小礼 不要太一时的小混混 包括你们 学生也好 你们中学生 大学生 包括你们在职的人士 任何的便宜 不要去拍 那都是一个陷阱 好 对不起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这么难得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我觉得一定要让你们知道 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 要团结再团结 才能够包围台湾 谢谢 台湾人要团结 已经讲了一百年了 好 好 好 接下来 还有 朋友要做提问吗 刚回那个 大姐之路 之前有被旺中被挖獎过 跟我们有去 哦 谢谢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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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中有太高兴 就要挖獎王 所以我们有去旺中 就是中国那个 蔡隐名的那个 可是其实还蛮讨厌她的 插一句嘴 不要脸 国民党的胡志强 现在做了旺旺之团的副董事长 真实 是摸摸 那就是想要问一下老师 就是说 刚就是我们常从文化面跟历史面去做探讨 那我们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在发展一代一部这个观念 那它也是把这个维吾尔地区就是当做它一代一部的重点 那我在思考的点就是说 中国它从 中共从那个维吾尔地区 它也是炸取很多经济上面的利益 那 不晓得您这边的看法是 对于 它这样的做法 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很有影响是什么的 谢谢您的提问 首先感谢 感谢李宝华先生 持之不遇 长期的支援维吾尔人 每个民族内部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我承认我们也有 这个问题造成的最大的原因 当一个民族不能对自己的命运做出自觉的处理的时候 你的敌人会利用一切的机会 在你的内部制造矛盾 制造纠纷 制造是非 那么这些呢 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在参与的人保持有清醒的头脑 不要轻信别人的诺言 不要轻信别人的话语 不要轻信别人的话语 所以呢 然后中共在东突厥斯坦或者瑰瓦尔自治区 大量地截取这些资源 那么一个最突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同样的知名主义 有很多的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在他殖民的时候呢 同时也给当地的民族 还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会 给予了他们一种法治的精神 比如说我在举例子的时候 我的朋友余杰作家就在后面 我讲到刘晓波的时候 我讲过刘晓波面对的是一个 没有任何道德体现的一个政府 那么我们如果想曼德拉、甘地 他们呢 甘地可以在英国的法庭上 不仅为自己辩护 还为印度人的正义事业辩护 他有这个权利 因为英国的司法系统 不允许他开一个黑法庭 就把人判刑了 那么在南徽的时候 曼德拉在最后他被判刑之前 他讲了五个小时在法庭上 为自己的事业辩护 在中国没有一个律师 能够讲不说五个小时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没有 不让他们讲话 就直接判刑 最近就有一个video 那上面就是那个法官 把律师给 从法庭赶出去的时候 抓起来了 那么这就是中国 也就是说他在 他在对他殖民的教官里 掠夺 而给当地人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在东普学斯坦的这种做法 现在在哈萨克斯坦 在吉尔基斯坦 如果你们看新闻的话 吉尔基斯坦上个星期 就有一篇报道 当地的吉尔基斯坦 同样在那个金矿里工作 中国来的人拿他们五倍以上的工资 也就是当地人只拿中国人五分之一的工作 同样的工作 但是工资不一样 他是在里头 那么到东南亚会是什么样呢 这个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所以从这儿如果他们拿资源的话 他不考虑当地的环境 发展当地的给予当地人一些经济上的优势 没有 他只为自己服务 所以呢 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 一路上带过去的是什么 环境的破坏 政权的腐败 资源的掠夺 除此之外 没有东西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 有三个朋友要 大家好 然后伊丽莎先生 你好 我想要帮你加油 因为我听了他们 就是整段 我不知道你拿来的勇气 一个讲课那么清楚 其实每一张照片都很痛 那你刚刚说 你只要在没有人的时候 你都是在一个很忧郁的情况 那我想问说 是什么让你 就是还是每一天很勇敢的醒来 然后做你要做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然后希望你就把握的这个 让你每天醒来 但是很有希望的力量 继续前进 然后我们也跟你在一起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想请问那个伊丽莎先生 对以后 就唯我能力量的 有什么看法 或者建议 就我们都知道 其实面对中共这么强大的一个 对手或者敌人 要迈向民族秩序 也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在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 也在海外的维吾尔 还有比如说 同样是突厥民族的兄弟外 另外比如说是其他国家的帮助 可能都非常重要 但其实我们看现在 由于国际新闻的话 可能就算是同样是 突厥民族的兄弟里面 好像只有土耳其 声援维吾尔的声量比较大 那甚至有一些 同样是 就是在中国 就新疆周边的 突厥的国家 甚至可能 不止没有声援维吾尔 还跟中共有合作 那你觉得 加南国 如果维吾尔人 要迈向自觉 是从哪些方面进行 会 就进去 从哪些方向去进行 那种运动 会比较是有利的 就是要分身严格 或者要进行 怎样的宣传 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谢谢 各位我不是要问问题 我们真的要跟这位先生致庆 我通话致庆 然后其实我也是问题 我非常 经过了50年 我非常惊讶 林宝华先生 他其实他提到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文化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很高兴 听到你们是认识的 所以我的问题是 请林宝华 跟各位 跟各位 讲一些话 好 你好部长他可不可以讲 他那部长不敢 好 这是麦克风交方的概念 OK 我之前很高兴 听到伊丽加提 一张 讲这些东西 我想 我虽然一直关注 新疆的事情 但是呢 我的资讯 没有他提供得多 而且那些都有照片 这个 因为现在 我们这一辈也在喜欢看文字的 现在眼睛也喜欢看图片 所以我们文字写得再长 没有用 那图片几个一拿出来 效果很好 我就希望你有几个图片 将来可以送给我 好多人 我要放这些传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 现在中共最怕的 最怕的 就是你们维吾 因为我也介绍中国好些 过去的朋友 他们对我在这里支持台独 他们四肢以鼻 都无所谓 你去支持吧 当然是 知道我们在组织台湾维吾 这有位 他们就一直警告我们 就是说 这是中共最不容许的事情 就是 他们对张人 对什么死在少数民主 他们都无所谓 对台独港 他们都无所谓 最怕的就是民主 所以你们才是正正的男儿 是 是 所以要给你们加油 真的 这个未来的世界 如果说美国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 真的你们维吾人 从后面 是给中共 可以吃一把 我一把吃 一把一把正的利剑 所以我也说 川普做了很多事情 我都赞成 我不赞成 他从阿富汗撤兵 因为阿富汗 这个发生事宜的时候 阿富汗的美军 因为到新疆是最近的 那个时候 真的可以把 把维族的民主军 重新建立起来 这才是对中共最大的 一个致命的威胁 那么 我看来这位先生讲到 现在的文化问题 因为我六四的时候 我在香港 我也看到很多 但是我记得柳碧燕讲 六四以后 中共大概这两个月 就会灭亡 但是不到两个月 未必要往他三十年以后 中共更加 好像变得强大 而且那时候 一百万人游行的时候 会很兴奋 不然这个中共肯定 这次不倒台以后 把他改革 所以我没想到 一这样下来 一打就全完蛋了 而且从此中共的民主运动 三十年下来 就没有一个 像样的民主运动出来 到底什么原因 他们说 马列主义有这样厉害吗 马列主义厉害吗 在俄罗斯什么地方 在苏联中 全部都垮台了 西方的共产党也完蛋了 为什么就在中国 不到没有完蛋 而且更加 更加那个 你说马列主义统治中国 根本就不通了 现在什么都是资本家的 哎 哎 什么共产党 怎么聊得起来 根本就不是了 这问题就在文化 就是这个 因为中国 几千年奉剑社会 小农文化 那种孔子那套的伦理 这个才是 才是六四左右 不能解决的最大的问题 也是中国人民 也是中国为什么不可能改革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 都会起来造反 这是政治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中国人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问题不解决 台湾人也没有希望 因为台湾人 这大半个世纪 介绍的研究中国文化 在日本战里以前 介绍的研究是中国的小农历史 所以我就讲 日本人来的五四年太早了 如果日本来一百年两百年 台湾就不是这个情况 台湾一定会跟日本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 我就希望大家 能够注意 孔子的文化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小农文化 实际上就是一种 维持社会稳定 维持那种奉剑伦理 君君臣臣 富富直直 你所谓众宵仁爱 心意和平 都是嘴巴讲的 身上就是南欧尼昌 国民党 你们都看国民党是这样子 但最宣传的 最不快的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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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全盘戏话 这 doubled AUX 国民党 中国人 游戏 国民党 国民党 國民党 其中 圣埃 世界 中文My 就一直活下去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要把這個文化問題解決了 我們台灣才有希望 中國才有希望 唯一出人也是 才有希望 謝謝 所以這個無私的希望也從來都沒有完整的落實過 所以又是一個未成功 剛剛聽到 我們要講的時候 突然間想到 我想 余潔應該很清楚 剛剛那一句話說 殖民50年還不夠 劉曉我曾經講過類似的話 然後 300年 可能要被殖民300年中國人才有辦法 能夠 也許這個 邁向一個 叫 眾志人權的 然後 這類的民族問題 當然 講這句話的時候 幾乎會被很多國族主義的人 中國 大中國主義的人 真是 罵到不行 好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 一下子 接下來怎麼辦 有策略嗎 還有我們能夠怎麼做嗎 好 謝謝 我想回答一下這位女同學的問題 我 走過正常的路 我也是有哭過 最近一次是 大概是幾個月以前 壓力最大的時候 每天傳來的都是壞消息 那有一天 那有一天 我每個月 要和我的 直接上司 要通電話 向他回報我的工作 基本上是在半個小時 爬在另一個城市 我在華盛頓D.C. 在電話裡 我彙報完了工作 大概是去年的8月底 9月份左右 那最後他問我 伊麗夏婷 你自己的生活怎麼樣 你過得怎麼樣 家裡還好嗎 那天可能 全部都壓力到了最頂點吧 我就坐在辦公室 突然就哭開了 他在電話內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反應 他不停地在說 I OK I OK 但我什麼都說不出來 我拿著電話 在辦公室的角落裡哭 哭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也想要給你道歉 因為在工作時間 不應該這樣 所以 我也有軟弱的時候 也有這種 自己擺脫不了的時候 自己擺脫不了的時候 另一次是幾個月以前 我晚上做一個夢 夢裡頭 我回到了家 但是我發現那個家 不是我以前看到的 有變化 然後我在找媽媽 突然 有一個人拿了一塊白布過來了 按照維吾爾人的習慣 如果你的父母親人去世了 你的腰上腰綁一塊白布 那我馬上在夢裡就意識到 這是在說我媽媽去世了 然後我想哭 但沒有哭得出來 突然醒來了 醒來以後看表 大概是三點鐘左右 然後我就悄悄地坐下 讓我二樓的臥室 進到我的樹房裡頭 那時候我開始哭了 哭了很長時間 然後洗個臉 看書 看了一會兒 寫了一首詩 想念我母親的那首詩 整個把夢境寫了一遍 然後繼續去上班 那天的班 上的可以說是非常不成功 因為沒有睡好 心情不好 到了下午我跟老闆說 我有點不舒服 那你回去吧 我就會要 很多時候 這種孤獨感 這種無助感 也會讓我很難受 有的時候感覺 很絕望 但是呢 我每次還得找個理由 去繼續 我既然走得這麼遠 扶持了這麼多 那麼既然還有這麼多人 關心我們 聽我們的聲音 表達他的支持 那我相信 人類一定會有改變 我們能夠改變 有的時候我們認為 個人的力量太微薄 改變不了什麼 但實際上 我們能夠改變 而且呢 我遭遇的這一切 就說明我所做的事情 從某一種意義上 通過 把我當成敵人的這一邊的 這種報復 這種打擊 說明他害怕 他害怕我什麼 我和中國共產黨比 我什麼都不是 可能是一隻螞蟻 但他害怕 害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真相 怕的是這種正義的聲音 而且我作為在這個 我記得自由亞洲電臺 有一個女記者 她的父親 從病床上被開到了集中營裡頭 她母親也失蹤了 她哭著給我打電話 然後我專門那天 坐了出租車 走到她的那個工作單位 去安慰她的時候 她哭著說 大哥你在安慰我 但你的眼裡也是滿是淚水的時候 我和她一塊兒哭 但是呢我還在堅強 因為很多人在看我 有很多時候 我說我很累的時候 有些維吾爾小伙子過來告訴我 大哥你不能說這話 你必須往前走 你要用你的行動給我們希望 如果你都失望了 你都放棄了 那整個民族都沒有希望了 我們都會有失望 所以呢我就用這一切去鼓勵我自己 去往前走 去發現那個能讓我 再往前慢一步的那個力量 用寫的方法 用讀書的方法 用講解的這一切呢 去講述那些故事 去講述這些真實的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我說台灣 維吾爾人離台灣不遠 為什麼不遠呢 他們共產黨的一國兩制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就是那個典禮 那麼現在香港一國兩制你們看到了 你們在見證 習近平說他在他的有生之年 要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 要統一中國 這個統一就是你們 你們享受著自由 你們擁有自己的尊嚴 你們擁有自己的尊嚴 如果他們來了 你如果不聽 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那他們就會把你們送到集中葉 他們就會對你們的衣服 指手畫腳 你說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一個有尊嚴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 也是我們的力量的源泉 謝謝你 維吾爾人目前 處於非常大的困境 美國西方在舉的這個人權的大旗 在和中共進行經濟上的鬥爭 在貿易戰 我們在生死線上增長 好在前天 維吾爾人權法案2019 在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通過 那麼很快 可能會在參議院通過 然後呢 在中英院通過另一個版本 或者是兩個合議集 那可能會通過 那麼這樣就會對中國 有一種威懾 它不會再很快改變維吾爾人的命運 因為即便是那個法案通過了 用馬尼茨基法案 他們懲治了那些造勢的官員 他們只要不到美國來 如果他的兒女不在美國 他的錢不在美國 那這個制裁 不會直接對他們產生影響 但是呢 很多的中國官員 基本上大多數 包括習近平 他們喜歡把他們的兒女送到美國 把他們的金錢存在美國的銀行 把房子買在美國 為什麼呢 他們對這個制度沒有信心 他們不相信他們自己的這個制度 盡管他們說中國猛 等等 所以這是我一個 繼續往前走 對維吾爾事業抱有希望 既然一個政權對自己的政權 都沒有希望的時候 他早晚要誇獎 這個時間可能會長 可能會不會 維吾爾人總人口 從去年中共的人口統計是1100萬 那麼現在呢 根據我所搜集的 大概有五百萬到六百萬維吾爾人 是處在這種各種關押的形式 那麼幾乎是我們人口的一半 那麼我們也希望不僅是美國 包括我們的那些土爵兄弟們 或者是伊斯蘭世界也能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就像您講的一樣 哈薩克斯坦現在有一個在集中營裡 當過老師的一位女士哈薩克人 她最後看不下去那個集中營裡 對維吾爾人對哈薩克人的這種虐待 最後冒險跨越邊境逃到哈薩克斯坦 她丈夫是哈薩克公民 現在中國政府要求遣返她 而哈薩克斯坦政府把它軟禁在家裡頭 那麼如果美國西方國家 不施加壓力給哈薩克斯坦 這位女士早就沒錢送回去了 她一旦回去了 那就會消失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看似乎中國很強大 但是哈薩克斯坦實際上現在呢 是對集中營罪惡證據的前線 就是哈薩克斯坦 因為有很多哈薩克斯坦人 哈薩克人 他們都有一半的親戚在哈薩克斯坦 中國政府又對哈薩克斯坦施加壓力 但同時因為又是一帶一路的第一站 就是哈薩克斯坦 從那裡傳過 所以呢 他又不敢過分地對哈薩克施加壓力 這樣哈薩克和他們達成的一個協議 大概是去年 就是允許全部的哈薩克人 撤離從中國 那麼這些哈薩克人過來以後呢 不過哈薩克斯坦政府的各種壓力 他們在不停地揭露 不停地舉行各種集會 那麼他們儘管政府不贊成 政府在施加壓力 但人民還是和我們站在一起 這是一個 那麼包括土耳其政府 包括馬來西亞政府 印度尼西亞政府 都在發聲 都在支持我們 但是在這裡頭我想強調一個 就是對於這種反人類罪 他不要求你是哪一個信仰的去支持 要求的是每一個人 無論你是什麼信仰的 我們都必須站出來 去譴責他 去支持受害者 去支持受害者 所以呢 我更多的希望的是 不管你是基督教徒 不管你是猶太人 你是佛教徒 還是你是一個無視論者 不管你的宗教信仰 中國人 華人 或者是漢人 還是其他的民族 我們都應該站起來 因為這個牽扯到每一個人的利益 如果中國的這種極權政府 得成了的話 他對世界都是威脅 他不僅僅是對維吾爾人 香港或者台灣 對世界也是個威脅 對世界也是個威脅 就像納粹德國一樣 當他得到了捷克的蘇臺德地區以後 他想要波蘭 波蘭以後 他還想要中歐西歐 然後又要法國 佔領了法國以後 他又要攻擊英國 然後又要繼續攻擊東方的蘇聯 如果他成功了呢 他還會繼續進步 極權政府沒有滿足的時候 他將帶來的災難 那麼我們現在的任務呢 作為弱者 就是揭露這一切 讓世人知道 中共這個極權政府 是世界的災難 實際上我們做得很成功 在這些方面 我可以自豪地說 我們維吾爾人 仍在海外的人極少 在美國 我們維吾爾協會 除了我們的副主席以外 我們全部都是八小時有工作 八小時以外的時間 業餘地在做這些工作 我們一個董事會裡頭 七個人 除了一個人拿工資以外 我們其他六個人 全部都是做義務工 沒有辦公室 辦公室就在我們口袋裡頭 在家裡頭 那麼我們做到的很多 我們動員了美國的參眾兩院 我們動員了美國的國務院 甚至最高達到副總統 幾次TV晚上發生 我一月份 帶著兩個人 我們去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我們只去了三個人 待了兩個星期 在馬來西亞一個星期 印度尼西亞一個星期 我們去見各種非政府組織 華人組織 伊斯蘭組織 都有 我們前腳走 後腳中國大使館 統戰部 到凡是我們去過的單位 一個一個去 給有些單位 剛才像楊姐說的一樣 給有些單位 我知道的是 給一個單位 把一年的這個組織 一年的一個NGO的組織 一年的全部費用 中國政府出了 而且把這個組織呢 組織了兩批呢 在北京玩一個星期 然後到五路一起玩一個星期 這說明我們的工作在一起做 而且他們甚至對我 進行個人的攻擊 是馬來西亞大使館的 這說明什麼呢 我們雖然力量很薄弱 實擔力薄看出來 但是呢 他們害怕 而且我也覺得 我們不是實擔力薄 今天有這麼多的朋友 跟我站在一起 我並不孤單 我有這麼多的朋友 在遙遠的台灣 有這麼多人關心我們 有這麼多人聽我講 鼓勵我們 那我說明我們不孤單 正義的力量 永遠都不是孤單的 謝謝 沒關係呢 我們成功到九點半 然後我想 分享幾句話做些 剛剛我談到希望 不知道多少人還記得 曾經有人說 我們可以哭泣 但不要放棄 至少理睬 他透過受破的人 受破的人沒有被關的權利 那我想 今天聽一下 高富的故事 以及他們 整個民族所經歷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到 同樣的受破 受到中共 迫害的這些民族 我們大概都要 共同的站起來 要一起合作 可是我們也聽到了 很大的問題 又如同 一百年前 台灣的老前輩們所講的 個人的精神不能夠獨立的話 你無法討論這個國家的獨立 民族的獨立 因為總有些人他可以問到利益 我們剛剛聽到了財神 這個是幾乎 很多很多人 有碰到的時候 就是無法抵擋的 所以這個是 是一個人格的 沒辦法奴隸的時候 那就很自然的 你沒辦法整個民族 都能共同站起來 但這些事情 我們也只能夠 一起努力下去 然後 如果大家還有心有餘力的話 就是 除了 我們 剛剛的音樂一下 告訴大家說 他們還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我想台灣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幫忙 或者 類似責務這樣的一個場合 如果沒有病例的話 就是也可以多來 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想就是 我們期待就是一個 培養鼓勵人格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最後呢 過去都有人說 中國人 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 然後呢 愛好和平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沒有所謂抽象真理的思考 所以從來不會打 什麼 宗教戰爭等等 那曾經有人覺得說 這叫做優良的民族的文化協同 就是因為不知道要追求抽象真理 所以大家才可以過得到的和平以及迷糊 OK 那 也許抽象的真理 對 中華文化來講 的確是個過度的 抽象的東西 但我們今天我們聽到一個很具體的東西 大概就是 舉凡中共說不好的東西 大概都是好的 我們可以不用很抽象的去理解這些東西 反正他指的跟他有好的 他認為好的 那大概都是多多少少的有問題 所以 所以呢 即便我們沒有很濃厚的抽象思考的傳統 但是呢 也要 感謝共產黨 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是不要跟他們一樣 然後 他們告訴你中國夢 告訴你一國兩制 告訴你千和平協議 那大概 你就知道說 反向的可能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呢 這種 至少 他指引我們很多很多 如果不用進行多麼抽象的思考 我們也知道 哪些事情可以做 那 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就只能夠 到這裡 可是呢 接下來我們還會有一些時間 這個場地 還會再開放一些時間 然後 然後 如果 如果 暈的話 就是 還可以來跟伊莉莎做交流 然後呢 其實呢 樓上有一本 有關東 東湖巨大 的書 然後他也有作序 所以 如果 想禁錮理解的話 你可以看到那本書 甚至呢 作者本人在這裡 要簽名 也 機會難得 然後 這是我自己 各人小小的 幫他講句話 打個書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的 今天整理活動 就是能夠進行到這裡 那 所以還歡迎大家 能夠繼續留下來 做一些交流 彼此的交流 以及跟伊莉莎 黨系統交流 因為 其實 說穿了不才主義 獨裁想幹什麼 切斷人的 任何的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讓你無依無靠 只能夠往上 看上面的你想要什麼 而反對他的方法 就是 我們去建立更多的 橫向的彼此之間的連結 不管是個人跟個人之間 或者像台灣跟文國族之間 等等 那這大概是我們現在 能夠做的 也很清楚 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謝謝大家今天參與 希望之後 還有時間可以在這裏見到大家